喜塔拉氏是马州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。 这个家族与爱新觉罗氏有着深厚的关系。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生母就是来自这个家族。 因此,喜塔拉氏在努尔哈赤和黄太极时期都有很高的地位,被称为舅舅家。 乾隆六年1741年,喜塔拉氏家族出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室,使整个家族摆脱了包一级,被抬入满洲正白旗。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,一个喜塔拉氏女婴呱呱坠地,没有人会料到,她将是给家族带来荣耀的孩子,更是大清朝唯一姓喜塔拉氏的皇后。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,参加拜八旗选秀的喜塔拉氏,被乾隆皇帝赐婚给皇师五子永远,嘉庆帝,为嫡夫妻。 此时的永远,已经被秘立为储君,喜塔拉氏,也将是未来的皇后。 大婚后之两个月,永远的养母,乾隆帝的姓贵妃婚式,新婚燕耳的小夫妻,开始被养母穿笑。 乾隆四十年1775年,永远的生母,乾隆帝的令皇贵妃婚式,没有享受到新婚甜蜜日子的喜塔拉氏,又开始与丈夫一起守孝三年。 永远大婚前,乾隆一有侍妾刘家氏,贤贵妃,格格侯家氏,华妃,格格沈家氏,婿平,和格格关家氏,解平。 首校期满后,喜塔拉氏从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九年,四年的时间里,先后诞下了乾隆帝的嫡长孙,嫡子道光帝和二女。 诞下小女儿不满半年,喜塔拉氏再度怀孕,原本健康的身体,由于连续的生育,而变得盈弱不堪。 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,怀孕仅三个月的喜塔拉氏不幸流产,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,每天都少不了煎汤未好。 但喜塔拉氏依然恪守着迪弗进的职责,没有放松对前提的上上下下管束,即便是自己的亲兄弟,也绝不额外施以恩惠。 他不想给丈夫永远增添任何的麻烦,永远心疼喜塔拉氏,对嫡妇尽虚寒问暖之余,也曾规劝爱妻宽容一些,不要让自己太过劳累。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,乾隆帝善位于皇室五子家亲王永远,永远登基即位后,于家庆元年一七九六年,策立三十六岁的喜塔拉氏为皇后, 喜塔拉氏终于出了第一位,也是唯一一位皇后。 虽未居中宫,成为后宫人人羡慕的皇后,喜塔拉氏仍然寻辉刀举,小心翼翼,生怕行差踏错半步,而连累丈夫,因为善位的乾隆帝,依然掌控着皇权。 家庆元年,丰后不久的喜塔拉氏,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家庆帝特别安排爱妻,举行宫避暑修养。 据史料记载,家庆帝曾体贴地,发给皇后喜塔拉氏一道预纸,问皇后好。 告诉皇后,贵妃出外,比不得进城,下园明园,必得带的东西,自然得带来可以,不必带的,不可多带。 再者,路上天气甚热,每日必得饮食,今早三至五点,起身才能赶两款道行宫,若是晚了,断呼使不得。 车上必得带茶别的水壶莫无。 再,我想着皇后出外有两个多月,常在二人,公主二人并爱着下官女子二人巨无人照看,莫若容常在,三公主交付贤妃照看。 春常在,四公主交付贤妃照看,二个下官女子二人,求求婉妃娘娘,在沿写公学活气。 是与不适,皇后自己在卓亮下报,细细写信奏来。 字里行间都透出,家庆帝对妻子的爱护体贴,从要带多少东西,适合行路的时间, 到公主,常在的安排托付,甚至路上要带水壶质量琐碎的事,都一一交代,细致入微而面面俱到。 最后还给皇后说,是与不适,在卓亮,从中可以看出,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清朝, 家庆帝与皇后夫妻二人处事有伤有良,足见皇后喜塔纳氏,和家庆帝的夫妻,感情极其深厚。 家庆二年1797年,在喜塔纳氏唯一的嫡子免宁,到光帝大婚后的两个月, 病病歪歪半辈子的喜塔纳氏撒手人寰。 爱妻病逝后,家庆帝先后写了五十余首诗,追念结发妻子, 更有缘结三生成一卦的诗句,表达,愿与妻子下辈子再续前缘。